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李景亮 来近时间11月30号 李景亮出战UFC267迎战狼王齐马耶夫 但是国内外有超过7成的人不看好李景亮 国外我们还可以理解 但是上周我发布了有关狼王用中国挑衅李景亮 并让李景亮帅交的视频后 引来了一大波中国全迷的外观 那么其中就有一大部分非常不看好李景亮 而且了更有接近一半的人认为李景亮快被开欧 但也有很多贴干全迷表示 不管输赢都要力挺把这个 我个人认为李景亮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首先从心态上李景亮没有退役的念头 而且李景亮的心理素质非常好 连带过失败也开欧过排名前10的高手 狼王因为得了新冠一度有了退役的念头 这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他的进级状态 再说了李景亮也是狼王在他的职业上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争所谓两虎相争勇者胜是罗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大家不要骂钱炮 我想在不看好李景亮的那些人说一声 话说得太决断 李景亮的排名可是要比狼王高很多 我们一定要支持我们自己国家的拳手 你支持狼王还是李景亮 请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 我们事不以待 10月30号现风小 上升 到正在等待款里面 请在评论区起 Lib